今天呢 要講破訓 天象性的對功一定是破訓 斗數在設計其實很奇妙的 我們在講說 天象叫做規範 天象所在的公位呢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公位代表的事情 要在我們規範之下 為這個規範呢 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呢 天象性我被人家講說 叫做公道羅 或是宰相的心耀 因為宰相 宰相要做的事情就是維護國家的秩序 要協調國王或者皇室呢 跟那個大臣之間的關係 因為關係如果被破壞的話 大臣如果都不聽話 那規範就被破壞掉了 國家的秩序就不存在了 就像現在啊 因為疫情的爆發 所以呢 很多事情你會發現說呢 那個國家的秩序啊 整個在崩壞 人呢 沒有辦法產生彼此的信任度 那這個當然就會產生很大的狀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說 今年的更年天下化期的時候呢 整個中國會有幾大的動漫的原因 出了狀況之後呢 鼻子之間協調的事情被破壞掉了 那你破壞掉之後呢 就一發脾氣 沒有辦法控制 為什麼 因為啊 秩序的產生 其實某一種層面啊 它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它必須克制住自己的慾望 你看 我跟你中間 要協調出一個秩序出來 是不是 我跟你之間 你必須 把我要的東西放下 那一部分你要的東西放下 協調出我們兩個覺得對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夠啊 完全的照我的意思 照我的 我不能夠呢 完全的 我愛幹嘛幹嘛 那這樣 那個秩序協調不出來 除非動用努力 除非我 是做了不對的事情 秩序的產生呢 必須彼此大家認同 一旦彼此大家不認同了 或是有一方呢 它特別的那個過分 那自然而然這秩序就被破壞掉了 因此呢 天象縫煞 或是縫化劑 有破壞力進來 或是呢 那個制度射擊過頭 壓迫過頭的時候呢 那個秩序就破壞掉了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天象星的對攻 一定是破君星 一定是破君星 因為破君啊 代表了心裡內心深處 對著很多事情的想法 跟夢想 書上常常有人講說啊 天象星座在夫妻宫的人啊 很容易會面臨到離婚 為什麼 因為他對於他的感情 感情呢 會有一定他自己內心的規範 對於公司破君星 這個規範呢 的內心深處呢 其實藏了 他很多的夢想存在 所以一旦他的感情對象 沒有辦法符合 他的那個規範的時候 他內心的那個破君 就會覺得哇 那既然那個 我這麼的努力 然後手跑我們的感情 可是你卻這麼的不聽話 那乾脆我外國 我來重跑了 那一旦有殺氣 那你這個就能做出現狀況 這個是一般為什麼 人家會在你講的原因 當然嘛 以現在的角度來說 不見得是如此 總之呢 大家要曉得 天象的對面是破君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天象的這個秩序 他的維持 事實上是必須去控制住那個破君星的 而一旦天象星 縫煞起 控制不住破君了 那破君就會爆發了 既然我跟你談不容 那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因為破君星呢 代表的是我們自己內心啊 的一種 對於夢想的追求 奔放追求 因為破君星呢 重點在於大破 大力 大破的大力 破君星呢 一直以來都被大家講的很糟糕 很糟糕 反正那個 所在的公位啊 都是破號的 凡事呢 書上都告訴你說 十二宮啊 有哪一宮就放到破君星啊 那個公位就是爛掉的 那跟驅門星一樣對不對 放到哪一個公位 那公位呢就是六七就是隔絞煞就是不好 實質上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你要曉得 古人啊 那批人 尤其是紫維董術真正完成在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八古文 也就是說明清兩代是 所有華人文化裡面啊 最古版的兩個朝代 最古版的兩個朝代 為什麼 因為明朝呢 它就是一個高壓統治 清朝呢 清朝為了控制漢人 也是一個高壓統治 那在那麼古版的文化氛圍裡面 他們的價值觀 對於所有的 有創意的 所有的 有夢想的 一定都是說它是不好的 那事實上呢 那個 老師我自己的啊 早年我是學美術的 那 我自己的經驗包含我所知道的 然後 我比較成名的朋友 或是我比較在 藝術上有發展的同學 幾乎都是破居心作夢 破居心作夢 破居心作夢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工作 對他們自己的人生 有很遠當的夢想 願意去做別人不敢做的夢 那做別人不敢做的夢呢 只要有好的機會 那他當然就會有好的成就會出現 問題是 別人不敢做的夢這件事情 必須付出幾大的代價 勇士通常都是劣勢 你知道嗎 絕大多數的勇士 最後都變劣勢 而不會變成真的勇士 那活下來呢 就是勇士 OK 總之呢 破居因為有這樣的夢想 他願意去突破一切 他願意去打破現在現有的規範 他願意去追求 現有規範跟體制之下 不同的人生 所以他有這個大破 這個大破的原因是為了要哪裡 因為他要 能夠得到啊 他心中真正的那個偉大的夢 那個偉大的夢 那 所以 為什麼他對面是天象形嘛 他本來被控制的 但是呢 一旦破壞了他去追求他偉大的夢 對 那如果沒有被破壞 那個夢就會使得到他們只好一點 所以為什麼講說 破居如果花權 狀況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會覺得比較勇士 比較不會亂跑 這樣子 因此呢 嗯 這個就是破居心 這是破居心 可是長年以來被大家誤會的破居心就是不好的事 破居在服氣功 大家就覺得說啊那個感情一定狀況很糟糕 可是這個人他不過就是去追求他心中 那個美好的浪漫的那個感情而已啊 如果說他今天跟一個人在一起 因為環境的關係 他跟一個人在一起 可是那個人就不是他心中真正愛的那個人 我們就要完全阻止他這輩子都不要再追求真愛了嗎 這是不是也很奇怪 我們華文的社會啊很糟糕的就是這件事情 好像你跟一個人談戀愛啊 你的什麼東西都是他的 然後他就會控制你 可是你必須要去消滅掉你自己內心的那個夢 才能夠 才能夠是乖的小孩才能夠被什麼社會價值認同 認同 這個在現代來講啊 我們其實都是在深人去思考的 因此呢 破居心他其實談的啊 就是你對夢想的追求 在夫妻公當然是對感情夢想 感情的追求 感情是你的夢想所在 你會希望追求感情的浪漫 你會希望你的感情的對象呢 是要能夠給你帶帶給你夢想的人 你不會想要你的感情對象是一個很古板的人 如果是觀錄公呢 他就代表說啊 你自己在人生的追求工作的價值上面呢 他必須是要讓你覺得 我做這個工作 讓我感覺到有個夢想存在 而不是每天就只是來上班打卡 這樣子 你會覺得太無聊 那如果是在財博工呢 財博工當然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啦 就是你那個賺錢跟花錢 如果太過做夢的話 很容易就會出包 對不對 因此呢 因此呢 那個在財博工 當然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說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金錢的適用 金錢的適用 因為對面是天象 叫你去做好 買好保險 然後做好頂級的存款 免得那個破均 一直在破壞我們的錢財 但是換過 換個頭來講 當他運勢好的時候 敢投資 敢做夢 敢賭一把的 也比較有機會可以賺大錢 所以 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好 只是我們需要去注意而已 就像我們不斷跟大家講說 斗數教大家的 是了解你自己內心的問題 而不是去害怕 或是不是去排斥 人沒有辦法 去完全的改變一個 變得不同的人 你是做不到的 像老師 我就是怕胖子的 我就是不喜歡運動 我就是 喜歡吃海鮮啊 所以我就要去面對 我會怕 高血壓 中風 還會通風 那我可以有堅強的意志力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也可以 想辦法好好跟他相處 然後呢 減緩他的狀況 那同樣的呢 當你的破均如果 是在柴柏宮 你可能 就是 比較 比較浪漫一點 花錢上面 然後或者是 賺錢對於事業上面 都比較浪漫一點 但 你只要找對行業就好了 同樣的呢 如果你是在福德宮 福德宮的人呢 他通常會去追求 他精神層面的浪漫 追求他精神層面的提升 對 所以這類的人呢 尤其對面 是廉真跟天下的 也通常都會被人家講說啊 你可能 比較有宗教緣分啊等等 那其實這類的講法 都是因為 你會想要去了解 你自己的精神層面 你想要去了解 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慢慢的呢 就會去 去尋求 宗教上面的一些知識 跟一些探索 那如果說呢 是在 福德宮 你交朋友 這麼的夢幻 當然就是 馬上看到 彈得來就是好朋友 可是一出狀況不對 你也就 很容易呢 就跟大家會撕破臉 有時候追求夢想的時候啊 夢想是會搭的啦 但是現實 覺得你自己來沒敗 這個人不錯 結果發現 他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樣子 如果是在極樂宮 極樂宮破君的人 怎麼去理解這種 身體自己的夢想 極樂宮當然有一個 有一個部分是在討論 你天生的體質 那破君屬水 可能那個 在極樂宮的人呢 這類的人 他天生啊 在循環 或是在腎方面呢 會稍微比較弱一點 可是 除此之外呢 極樂宮會討論到的是啊 你對身體的看法 身體是你的夢想 你使用身體的方法 也是在極樂宮 那什麼叫做 身體是你的夢想呢 就是啊 你會 不節制的 使用你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覺得 他會支撐你的夢想 所以 破君在極樂宮的人 我們常常講說 他在中年 就是我睡以後 身體容易啊 快速的轉摔 因為年輕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要截止 他也不知道要截止 所以這個就是呢 破君心啊 他主要的概念 代表你自己 這一生中呢 你主要的夢想所在 你會在你人生的生命裡面呢 哪一個公位呢 是你去追求夢想的地方 破君心屬在你身上 發燦 兩年 年輕人 帶來了 別忘了 我們現在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十